大家都很喜歡談的版塊就是那個輕相關的股份 你覺得輕相關的股份 你有看不看好呢? 這個就是剛才你說的 有些嘉賓或者有些觀眾覺得我保守 我認同的 就像輕能這些概念我不會參與 問題就是我們經常都看到股價升到出彩的時候 你會覺得所有東西很動聽 但是你認真去看市場上面 輕能不是說無得做的 但是未必好像市場這樣說 普及化好像預期中那麼快 你現在會看到 就算香港也有提及到一些輕能 相關的公共服務上面可能會有機會投放到 但問題可能我們最怕的狀況是雷升大 預點勢 可能實際上那個幫助沒那麼大 但股價已經反映了很大部分 所以你說如果你在東西反映到七七八八 或者升了很多火紅火力的時候去買 你要想起實際狀況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那麼說一些光復 風電 你看氣候報告上面說 他們不行的話 他們未來真的不能夠大幅增加戰比的話 世界每日 當然不行了 但是你說的輕能 如果最後不行的話 我們還有大把申請的東西 可能電動車 你說的還有很多不同的能源概念等等 所以我覺得你在輕能上面去參與 我覺得明明太過進取了 你中習安稅科那些 你看近期的股價由七元 上到去上力的話 反映了很大部分 所以我覺得我未去到這麼樂觀 去到覺得輕能就一定是賣 但你短線當然說 特別這個一個月八月份開始 是很當炒的 但我覺得特別是一個月當炒 這些東西升得急的時候 回起上我們經常是想止蝕位 你想想這些 我也不知道止蝕位在哪裡 是 太近的 你又可能打完止蝕線上 是 設得遠的 我又不知道意義放在哪裡 是 你看中習安稅科那裡跟你說 拿五十天線九元來做止蝕的話 這些位置至少輸三十個巴仙左右 是 那個問題是說 但是這點五十天線是否不可能 真的不是的 一穿十天二十天線 突然間一天這些對一式 是 那個圖上面都不會說很差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說 如果這些位置要追 主要是我的信心 不是真的那麼大 輕能是每天都做大 是不是好像市場那樣說 很普及化等等 你想想 LNG 即是天然氣 發動機 那段時間在三四年前 五六年前 一段時間炒得很小 現在都很多人在用 但問題是我們看到十四天的增長在那裡 所以我們覺得輕能的概念上面 我覺得容易炒作 但問題是我們說 這一刻你慢了 最多都是用長線部署 長線的輕能上面 我就有一點保留了 為什麼? 真的? 我們會再次一樣 我們會再次測它 無所謂的 就是你 我會再次測這一次 就是 種類的